介绍这一间是川塘春天旗舰馆里面的双人房当中的两小床 两小床它其实跟一大床 如果你把它并起来是一样大的 只是有的人他觉得说爸爸想要睡一床不要被干扰到 有的人妈妈觉得小小孩就可以挤一下跟妈妈挤 爸爸自己一床就不会互相干扰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两小床的 它的两小床的话是单人家大的105公分宽的 那这边的话呢他也是有面对市井以及这边是平原井 那如果自己选择平原井的话就要加价 如果你不挑出来说呢你要指定的话呢 那就随机分配至少二分之一赌一半嘛 看今天有没有中小乐透的机会对不对 那干嘛自己跳出来跳出来还要加钱 当然是兴起来 还不如把钱省下来吃好一点对不对 消息外面的宵夜可以吃 还有美食可以打包 所以呢这条钱我个人觉得是不用 市井平原井我觉得都很漂亮都是不同的感觉 这样子也都很好啊没有不好啊 这样子但是空间都一样 他不管哪边景色的话他都是这么大间 他四人房双人房的房间都很大间 而且地板都是你们最喜欢的木质地板 很多妈妈听到木质地板就 因为小孩子很容易会过敏嘛 那过敏呢他就是地毯 比较会有个感觉过敏感觉 那如果是地板至少过敏会比较减轻一点点 然后在这双人房的里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一样都是不管四人双人都有泡汤的大汤匙 他们家呢房间大床大汤匙也很大 在房间呢小小孩两个小小孩也可以把它当成小的自己的游泳池哦 你看这个真的很大 而且他们非常贴心因为他的深度很深啊 还帮忙放这个小椅子 他每个房间你不用讲 他都有小板凳 然后下面都有洗衣篮 小板凳让你踩上去可以过去 或是放在里面可以洗澡坐着也OK 那房间部分呢是使用欧莱德 我这个人最喜欢欧莱德 我竟然是使用欧莱德的 很贵好吗 是因为我朋友他们是欧莱德的 所以我才是使用欧莱德 不然真的很贵的 你看房间这么舍得给大家用欧莱德 有没有 质感非常的好 很舍得说真的是不便宜啦 然后再来看一下 再过来呢 这厕所的部分 每一间呢都是免制马桶 都是免制马桶 而且你看哦 你看 这个是全部的免制马桶 每一间房间都是 汤匙的部分呢 都是这么大这么大 它的特色就是房间的汤匙真的很大 然后这个水流非常的快 你看出水孔这么大 所以不用放很久 一下子水就满了 很快就满了 那贝瓶的部分呢 都有帮忙准备了 这个吹风机也都有 芬妮式的吹风机在这边 然后贝瓶这边 在下面都有 再来呢 如果说你有小孩的话 记得跟他们说有小朋友的话 他们也会准备小小孩的背皮 小小孩的牙膏 然后牙刷 沐浴卤这些洗髮精 那后面的这边呢 可以看到两人房的话呢 也非常贴心的帮忙准备了你的这个浴衣 来这边呢 很多人都穿着浴衣才有感觉 因为泡汤嘛 穿着浴衣感觉特别的不同 有没有 尤其现在还是不能去外国去日本泡汤 来这边浇西泡汤就真的已经很享受了 再穿上这个浴衣下去 好像更有感觉了 那下面这个呢是环保的环保袋子 让你去楼下泡汤还可以装东西 这个可以带走没有关系 环保袋子这个可以带走是你的小礼物 没有关系是可以带走 有人会不敢带没关系OK的 那再来他非常贴心部分是不管是什么房间 他都一定有准备饼干 饼干在那边 那他们家吉祥物的马克杯 很可爱的马克杯 还有咖啡奶茶茶包都有 然后下面也都有准备双人房的话 就准备一片的面膜啦 让你保养用的 泡汤之余水分的流失 他们也帮你顾到了非常贴心 那下面要两瓶的冰水 两瓶的饮料 四人房就是两瓶 这是双人房的部分 双人房的话就是这样子 一组两罐两罐一片面膜 没有欺负你 一片记住不要给他多药 我最怕你们忘记了就给他多药 就不好意思 所以双人房的部分是空间 非常的宽敞 非常宽敞 房间的部分你看这样看过去 他们家房间 每一间房间都是有对外的一个窗户 所以非常的明亮 白天其实就很亮 不管哪一边的景都很好 空间来讲都是一样的 景观就是随机分配就好 指定的话就要拿钱出来 不见得划算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重点在泡汤的感觉 泡汤感觉是一样 大动识大家都可以使用 对不对 我们也不用付费 我们已经送给大家 泡汤有这条的信凯 全家可以省多少钱 泡汤又吃晚餐 都是全部包起来了 桶包 在这边好好度假就对了 这个我觉得有没有假 我个人觉得没那么重要 省起来去吃宵夜 不要放在心上 随机分配 读一把二分之一的机会 你就读到啦 OK 介绍给你们双人房的两小床的部分 咯